欧洲武漢肺炎疫情迎来最黑暗的一天 第一大疫区意大利单日就新增加250例死亡案例 创下疫情以来最高的记录 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数更是超过了2000人 全境封锁的意大利居民苦中作乐 在自家阳台敲锣打鼓上演巷弄间的另类大合奏 不过意大利却迎来疫情爆发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单日250人病亡创纪录 单日新增确诊再次超过2000例 军方大阵仗派出军机再送病患 惨况似乎一天比一天恶化 总给外界慢慢拍印象的WHO 终于用中国以外新核心疫区看待欧洲 如同先前的中国因为疫情陷入停摆的意大利 空污明显减少 抗疫捉襟见肘 意大利政府乐见中国派来医疗团队以及相关设备 希望借助全球头号疫区的抗疫经验 车辆大排长龙 疫情直追意大利的西班牙 宣布北部地区部分城镇封城 全国24小时内同样新增2000多例 眼看就要成为意大利2.0 西班牙几乎和美国同步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包括德国在内欧陆各国一一宣布全国停课 东京奥运圣火传递多了300壮士男星巴特勒加持 好热闹 但疫情吃紧 让官方随即宣布传递之旅立即喊咖 同时英国英超足球赛停赛到4月初 伦敦马拉松延到10月 疫情笼罩下的欧洲何时才能看到希望束光 这是明天第三 能够见到我们这回复 在这回合复 明天第一 你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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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